倒車行駛在隧道中 沒想到下一秒疑似打滑失控 整台車旋轉近360度 先是擦撞到一旁牆壁 冒出火花及陣陣白煙 緊接著反覆横躺在中線車道 巨大撞擊力道導致整輛校車 擋風玻璃噴飛 車上物品及車殼碎片散落一地 而當時車內還載著不少學生 在自行脫困後面露驚恐等待救援 先滑了私下的之後 那是搬車 你們那時候是怎麼搬車的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我就睡覺 然後就放 然後就搬車 事發就在台北市文山隧道 11號晚上7點多 康橋中水校車 載著25名學生 從新北市新店 前往捷運向山站 沒想到過程中 卻發生翻車意外 造成17名學生及校車司機 受傷送醫 我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我坐在那裡 看你家是到70級的時候 那感覺感覺是有點滑 他滑的時候 他動了 然後我都輕輕開 輕輕下車 然後整個都動了 對此校車司機聲稱 疑似天羽入滑 才會不慎翻覆 而整起事故 也導致車流一度回堵 將近兩公里 警方派出拖車 將事故車輛調起 並在三小時後 恢復正常通行 後續也將進一步釐清 失控翻車原因 好在整起意外 傷者送醫後都沒有大礙 但放學路上碰上車禍 難免還是受了不少驚嚇 學生們坐在急診室外頭 腳步手部經過仔細包紮 康橋中學校車翻覆意外 學生們以及司機 一共六人送到中校醫院 所幸大多都是輕傷 且意識清醒 這次意外送醫人數一共十八人 除了中校醫院 另外還有三名自行就醫 前往國泰醫院 北醫五名 萬方醫院四名 受傷學生們確定沒有大礙 在家長陸續將學生們接回家 環境台北市長蔣萬安 副市長林憶華 新北市長侯友宜 也分別趕往醫院探視傷者 學生當然因為有說翻覆之後 可能被其他學生壓到的 那他們是透過打開那個 就是交通車的上面 就透過那個頂上的逃生孔 然後就是逃出來 學校外包的遊覽車翻覆 好在學生們當時都有細緊安全帶 才沒有釀成嚴重意外 學生反家途中 翻覆意外也讓許多家長 嚇出一身冷汗 心疼寶貝孩子歷經一夜驚魂